期杰 其实你的那些女主播也是自动关注的,你放屁 你就是自己点的 打个啥呀 打个瑞文 哇扎 平嘞 我们三段扣,他也三段扣 我一段扣,二段扣,三段扣 平嘞 我怎么带个饼干啊,我操 我天赋忘点了 那就只能卖钱了呢 那怎么整 一段扣,二段扣 扣一连 早知道我扎他了,谁知道他蹦过来 狗熊打野 狗熊很有可能要过来啊 但我不怕 二段扣一,跑得有点快 三段扣 链 扣一刀一刀一刀 狗熊闪现,那我们死吧 狗熊既然闪现了,那我们还是死吧 你们看直播没有延迟吗,我看直播怎么这么有延迟呢,延迟长这么高呢 延迟好高啊,然后我就得重新刷新 我就得一直刷新 我就得一直刷新 两秒延迟,我这边有一分钟延迟我感觉 我刷新了就好了,我刷新就一直延迟了 瑞文荡妇二连 瑞文荡妇二连 这一手三二一,我是没想到啊 但是他没有双招,我没有双招 这边先扣一手线啊,瑞文好像有点无敌了要 是吗 我一下带饼干带错了 排位 我一段扣,二段扣,一段扣,三段扣,一刀 就这就是杀了三个人的瑞文嘛,就这水平 水平可不太行啊 你怎么的呢,你好像不太服我一看呢 上当了,这边属于勾引长弓 我的小饼干为我带来了九十块的经济 这边啊,有点狂妄了啊 摊了一下塔皮 现在变成30块钱了 吃了料 刚才那种塔皮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四个人是不是都得去死 你们觉得呢? 我一段扣,二段扣,扣一点 炼住,开大招,先跑 吓唬银是吗? 哪里就干一架 哪里就干一架?谁也别跑对不对?你跑什么玩意儿呢? 我旁边有银,你有吗? 那武器大师他怎么才五级呢? 级有点低啊兄弟 走吧,这边回家了 这能抖吗? 狗熊又来了 那我溜了 来,一段扣意 这也不好打呀兄弟 你再给我把银都给我引过来了 诶 诶 假装回家,其实不回家 咱们在这儿打峡谷先锋 咱们在这儿打峡谷先锋的,给我干了 咱们在这儿打峡谷先锋的,给我干了 下凡 下凡 一段扣 二段扣意 不知道我这英雄合道打有加成吗? 我这英雄合道打完 卧链你 我们的大招还没好 我们的大招却好了 直接我打飞了 看着吗 我不可能回家 我觉得他有闪现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他不好野 他肯定有闪现 这是一个不好野的野人 这边我们不跟他打 刚才脚了 是吗 我不记得了 不出不点海啊 出什么不点海 这把有小法师 维克托 狗熊 如果你大人 你的出帮只为了打一个人而出 那么你注定不能五杀 只能大弓 一段扣 二段扣一 可以啊 我这些大师 先杀的狗熊来 一段扣 二段扣 可血战斧 三段扣 平安 一段扣 再放一段扣 再一up一过来 A1 都 拿屁啊 我又一根天神下凡 有些人老是我下凡 其实我是西奥凡 有红buff吗 看在我上一波拿银头的份上能不能把这个红给我 谢谢 哎呀 咦咦咦咦咦 勾引长弓 维克托还是有点猛 我直接来个九头蛇吧 九头蛇还是有点猛 这小龙没人要吗 武器大师把小龙打了吧 我看看这维克托能不能杀 不好杀他老战塔后面 不要活着你不要猖狂我跟你说 这家伙早点套点眼好了跑得太快了 他来回跑 跑得跟他吐着似的 怎么才可以治得了这个维克托我决定来个振奋 死亡顿武加振奋然后我们再出一个减伤 比如说反甲 就可以了 谢神啊 不要的谢神 我现在讨厌谢神 谁也没在我面前说的谢神 你这不见了吗 我的那你都要看 succ 我先用我余折 你说什么 你会被所担心 我说什么 我现在拔完至此,在左上角的牙有个洞 有没有人知道这洞多长时间会美 在干什么,造反啊 这有点疼,这有点疼 这学位是有点疼 十年 用得了十年吗 你肯定打的只在瑞文吧 可以 先杀维克托呀 我发现我还缺少点护甲 防御塔大我有点疼 阿脸先把中路拔了 刷野吧 这也没事干呢 关键兄弟 这维克托太狂了 这维克托啊 可以啊 二段抠可血战斧 三段抠一 别急 一上来 炸一道链 一段抠 小法师也走不了 狗熊你才八级 你找我打 我扎死你 我把你打 跑得不太好 我这小腿蹦得的呀 他可能有大招 我们先撤一走 我这小腿蹦得的呀 先来个振奋 然后出一个是我的甲 我一开始以为我都杀三四十个了 后来为丑我才杀了四个 我心想不应该 拿条小龙 剑魔打小龙真慢 真是慢 我来了兄弟 这武器大师好像也有点厉害了 我这还没出手呢